但如果你問我,我真的撇除政策風險 我假設這個風險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轉好或者轉壞 遊戲股裡面,我自己就給我看好一隻網耳 這個純粹是針對著他的遊戲 譬如去年推出《Harry Potter》 又或者另一隻 PC 版的遊戲 是很受歡迎 去到今年來說,還有一些新遊戲推出 譬如《Harry Potter》,內地推出了 但是很多亞洲區還沒推出的 接下來第二、第三季會推出 跟著就說,譬如《Harry Potter》 都是很高叫做力的遊戲 也有機會在今年年中打後會推 所以如果你說遊戲的密集程度 或者受歡迎程度來計算 網耳相對可能的優勢會大一點